明星大陸 亮哥郭正亮現在被側翼攻擊 還有包括很多的這些媒體人 也對他發動攻擊 說亮哥不知羞恥 居然到中國大陸去 有辣妹跟他陪菜 陪他唱歌 陪他伴遊 亮哥怎麼會這樣子 跟中國紅色的勢力來低頭 太不可思議了 這個人到底是誰 一看真的是果然非常漂亮 還跟他看起來 是在這個KTV包廂裡面唱歌 這怎麼得了呢 到了中國大陸去開節目嗎 但是這個人其實熟悉他就知道 這不是陣妹 不是三妹嗎 三妹還有三妹的老公 都跟郭正亮一起在打拚的 怎麼會傳成這樣 你看到人家講什麼 一個在台灣花錢 酒店妹可能都不理他 不願意跟他出去的光頭老人 在中國大陸卻有辣妹伴遊 還合唱屋頂 難怪舔中舔得那麼死忠 道德在哪裡 是非黑白在哪裡 請問報名的專線在幾號呢 還有其他人說郭正亮不演了 真的都不演了 到中國表演 中國好棒棒 還有中國女子給你當導遊 陪你唱歌吃飯 不得了 那郭正亮說 拜託 那是三妹 三妹的老公都跟我們在一起 那你如果說楊小三的話 他在民進黨待了30年 誰有小三 他都很清楚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大家也很震驚的 這個徐草星的丈夫劉燕裡 他現在被爆料 週刊爆料說 他為了拉攏這個詐欺犯 林淤倫有講說他自爆說 要把票投給蔡英文 而且這個終極的目標 就是要顛覆中國 所以激進黨的楊佩華 立刻就手寫了一封信 說要寄給國務院的台灣辦公室 要舉報徐草星是台獨分子 是扮演女版的黃安 請教楊明 怎麼回事 這兩件事情都非常荒謬 首先 第一個 當然郭正亮 亮哥 因為他上禮拜 去中國大陸的關係 所以其實上禮拜 他如果有注意到 自由時報那一篇 所謂的新華社記者 來丁少的隔天 有一個什麼五大樣態 其中第五項 就是在影射郭正亮 他說對岸會邀請台灣的 名嘴評論員 去對岸參訪企業 例如比亞迪 就是亮哥去的 所以他是第五樣態 他就是被影射了 所以現在抹紅郭正亮 當然對於側翼來講 就是打蛇誰棍上 對於綠營來講 郭正亮過去是夥伴 現在站在藍軍在野陣營 或者說他們說他站在 對岸的那一邊 當然不打 這個當然要除之而後快 能抹就抹 雖然亮哥講 他說其實這位三妹 他的英文名叫Summer 所以大家都叫他三妹 那他其實他是 亮哥就講他是台灣媳婦 他老公 他老公在去這支影片裡面 就是負責拍影片 長進的 長進的就他老公 對就是三妹的老公 所以亮哥也講說 他說對他來講 他是像女兒一樣 他就是一媳婦 而且他們常常直播 他們過去就是常常直播連線 而且在台灣他們一起唱KTV的影片 在網路上很多 拜託怎麼會到他到中國去唱的時候 奇怪你才把他講才好像很嚴重 所以你知道那個三妹 他自己的疑惑就是說 奇怪我來台灣跟亮哥唱歌 怎麼都沒事 那當然這一次 地點換成是中國大陸就出事了 所以當然現在不只抹紅 還要抹黃 所以我說這個才叫做 側翼最可怕的 就是用毀滅人格戰 當然亮哥沒有在怕的 他是直接嗆聲 他說民進黨的小三 我認識的最多 我知道最多 如果要需要的話 他把它抖出來 我們等著看 那當然再來 這個激進黨最荒謬 台獨政黨 剛剛我們講是抹紅抹黃 現在叫抹毒 台獨政黨 激進黨絕對是主張台灣獨立的 他現在要說 徐曉星跟他老公是搞台獨 而且還去向 還寫信 正式寫了一封信函 給國台辦 這實在太荒謬了 我覺得我們政府應該要查一下 激進黨後面 到底是不是中共同路人 你怎麼 不是 你今天你要去 你知道又惡搞一下就算 你還真的寫了一封信 寄到對岸去 我沒有辦法理解 激進黨到底在想什麼 今天舉報這種事情 已經賴總統上禮拜說 台灣除了統促黨 都是台獨 那我們大家要不要一起來寫信 大家一起來寫信 這荒謬 那你自己是台獨 然後你舉報別人台獨 你在搞什麼鬼 所以更不要講 那裡面的文字荒謬自己 你們居然尊稱習主席 我的天啊 經濟黨什麼時候對對岸這麼有尊敬的敬意 當然裡面有很多細虐的文字 我們就不去贅述 但是他最荒謬的是 他講那個是國台辦 他們把權嫌寫出來 然後他說要像 他還知道寄到哪 對 然後他說要像 貴公室 我想說人家是台灣辦公室 你要嘛你也貴辦公室 什麼叫貴公室 你中文先學好好嗎 他們不講中文 他們講台文 不管怎麼樣 你先把文字敘述能力練好 再來學舉報好嗎 我們綠營這些人 他們朋友對兩岸都是非常兇 非常嗆 非常兇 兇狠這樣子 可是真的遇到事情的時候 一個比一個還要撈 比一個都沒有種 怎麼回事呢 昨天晚上澎湖的漁民 跑到金門的附近 但是這個地點已經確實了 就是中國大陸的內海 你跑到人家國家裡面去捕魚 你違規 違規了 我們現在我們的官方 相關的這些海巡要去護 護得很尷尬 怎麼回事 平常跟我們講說 兩岸現在很穩定 不會有狀況 所以澎湖的漁民就傻乎乎的 然後人家禁止你捕魚 你就跑到人家的內海裡面去捕 不捕也就算了 你還想說我就壯大 我找了50艘 50艘你不可能抓 就沒想到人家抓了你一艘 跟你殺幾警候 其他40幾艘 嚇死了 嚇到屁股那裡 我立刻滾回去 那我們台灣派了誰 派了三艘 本來一開始派100噸 說要去幫漁民 結果對方是多少 4470噸而且七艘 我們嚇死了 趕快補一艘 補來是什麼 補135噸 差這麼多 你要怎麼跟人家圍堵 然後你七艘直接把你圍捕 那現在包括我們的官方 本來最嗆的民進黨的官員 一個一個比一個人的孬 海巡署的附屬有告訴說 對啊 這就是對方的海域嘛 我們違規啊 我們就是不對啊 希望對岸不要用政治的因素 處理這件事情 海巡署連我們越界補 到四個字都不敢講 行政院的發言人陳士凱告訴大家 我早就跟你們講了 這些地方禁止捕魚的期間就不要去 勸你們不要違規啊 不要犯法 但最妙的是漁業署 署長講的完全另外一套 他說我們這次傳統既有的海域 本來就可以在那邊捕魚啦 那中國有休餘的制度 但台灣沒有啊 我們不吃這一套 那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的行政院還有包括我們海巡 都是撈啦 但是我們漁業署長往前衝啊 那更妙的另外一個人更撈 陸委會的前主委邱蔡山 本來要去民進黨中常會專案報告 就要報告兩岸的這個狀況 但沒有想到突然間說 他身體不適啦 避免有這個理由來取消啦 大家說怎麼會撈到這種程度 這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這個傳組都講了 以前都在那邊捕都沒有事啊 就算違規 就算進了不該去的地方 就是把你驅離而已 然後很多這個政治 理事會長直接講了 就是現在政治因素 運氣不好 被抓開刀 當時狀況到底怎麼樣 請教余豐 好 其實昨天晚上那個情況 是非常非常的緊急 大概晚上9點14分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紀滿88號 就主動報案了 就請求海巡署來幫忙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已經有對岸的船艦 已經登船 然後要把他們給帶走 那個時候海巡署先派了第一艘 池圓過去 池圓過去的時候 其實大紀滿已經被人家帶走了 被帶走的情況之下 那個就是一個跑 一個追 一個跑 一個追 我們做了什麼 我們非常硬氣 我們就廣播叫他放人 結果對方也廣播 就說有點就是互相嗆聲就對了 我們這邊就是趕快在叫了 另外一個艦艇過來想要幫忙 可是一路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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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到最後的時候就發現不對 因為周邊都是對岸的海警船 而且人家超大 大十幾倍 隨便一騷都大你十幾倍 對 你看那個大小就發現不對了 所以後來就是我們就是緊追未果 我們也做了我們能做的事情就是廣播 後來他們說海巡說真的是沒辦法 已經追得太深入了 第一個 對方的頓位是比我們大的 第二個 我們真的追到 他說已經看到岸上的燈火了 所以再回頭去看說 因為一開始只注意到 他們看到燈火應該是覺得看到救星 我有理由可以掉頭走了 對 沒有 那時候我們要相信海巡 就不要連我們的海巡都被人家抓回去 那個時候其實為什麼說緊張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已經變成一個口袋了 所以他只在乎前面 就是他們扣的那兩艘大的船艦 其實後面還有四艘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在海上已經變成一個口袋戰術了 只要合起來 我們就出不去了 那你說漁船被帶走 到時候海協會 海積會 大概他們還有一些想辦法的 一個溝通的一個管道 如果我們的兩艘海巡署的艦艇 如果被口袋戰術給夾住了 回不來 那現在的情況恐怕要討論的 又是更複雜的一個情況 所以看到 可是我看了一整天 我覺得我們官員真的很撈 一整天海巡署 還有包括相關的官員都出來講 那包括我們看到行政院的發言人 直接告訴大家說 我早就發規矩了 規範都出去 叫你們不要去 叫你們千萬不要違規 意思就是說現在出錯了 不是我沒有講 我早就跟你講了 那有對比台灣的海巡 跟中共海警的這個軍力 我們的大概有4000噸 還有包括1000噸等等的 這些規模比較大的 昨天派去的是100度跟135噸的 但大陸有1.2萬噸的 也是更大 那包括李宇斯也告訴大家 海警現在甚至在討論說 動物2D的這個所謂的 非常戰艦的這個軍艦 要成為海警船的原因 到底有沒有這個船母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然後包括5月24號看到海警 也有公布相關的這些 台灣與東海域的 這些綜合的演練 以及在山東的這些演練 畫面都有一個一個曝光出來 今年2月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海警有一個影片 是在福建的附近夏京海域 用閩南語廣播 等於說他們各種方式 不斷的告訴大家 在這邊很認真的 在做這些練習 那這到底我們的內水 的這個地方裡面 我們能不能在那邊補 以前可以 現在為什麼不行 我首先要說一下 就是說外行人看起來 都是好熱鬧 你也聽雙方政府指來指去 搞不清楚到底誰對誰說 到底誰站得住這個法 那我們現在來看 所有的這個叫做陵海也好 經濟水域也好 它的計算都是以 陵海基線來開始 所謂陵海基線來開始 就從這裡往外推 十二海里叫做陵海 再推兩百海里叫做 經濟水域 所謂經濟水域就是 在這兩百海里之內的 所有的魚 礦產底下的 通通屬於我的 任何人進來都不可以 你捕魚就是違法 這就是 因為這是我的經濟水域 知道吧 所以如果說 那你到底 好不像我們跟大陸中間 沒有這麼遠了怎麼辦 那就中間的那個 兩個陵海基線的中間 畫一個線 一邊各一半 這是所謂的所有的國家 那陵海基線當然就是 如果是平的話 當然很容易對不對 這一段平的 但這裡不平怎麼辦 不可能這樣子彎進來 通常就有一個叫做 直線基線 我就一線這樣子繞過去 這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那方式 在直線基線裡面的 這個水域 通通叫做內水 接著請換下一張 那這個東西 事實上東西沒有這麼簡單 有時候走到這裡來 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跑出了一個島 這個島是它的 那我也這樣子 極限過去它沒有 它就從這個基線 這裡這樣繞過去 這就是所謂的陵海基線 那這個東西 按照國際的傳統是 20海里之內的距離 我都可以畫 好不說這裡我還有一個島 但是距離太遠 對不起 不可能繞到這裡來 我就不能這樣畫 不能這樣畫 因為這個太遠了 那如果這樣子可以的話 那我問你 我們從高雄可以畫到東沙 全是我們的 分離比都我們的 對啦 所以那個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這就是一個 所謂的內水號 現在到底我們這一次金夏 都在它的內水之內 都在它的內水 我們所有的金夏 金馬 烏丘 通在內水 在內水之內的 好比說我們這裡有一個 我們的島 這個島在這裡 它有什麼權利 不可以捕魚 沒有陵海權 因為在人家的內水之內 它只有這塊地 是屬於你的 那叫做陵土權 那為什麼現在我們的金門那裡 有人在可以捕 因為當初我們談了一個叫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那裡面雙方政府律定 如果這裡有一個你的島 六千公尺之內 你的漁船可以來捕 我們是依據這個兩岸關係 那個人民關係條例來捕的 可是那經德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不是兩岸 我們是兩國 所以我現在跟你講 北京就可以說 你既然不承認兩岸 我就用國際法來跟你一起農 國際法這裡 你連補都不准補 那你說如果這裡補都不准補 它真的可以做到這個樣子 那以後你就通通不要過來 但是如果中線 來了一個中線的話 一邊是我們可以補 一邊是他們可以補 其實雙方都不好 所以不管怎麼樣 都是應該政府要著下來談 建長讓我請教 我們回到上一章 因為現在包括我們看到 我們昨天覺得 大家覺得最離譜的是 我們的海巡家園 已經多派的船隻過去 但是最小的一百噸 最大的一百三十五噸 人家對面的七艘 然後這個簡簡單單一個 也是四千多噸 那現在又盛傳說 動無兩滴 這個飛彈驅逐艦 要加入他們海警 變成他們的主力之一 這到底 那我們還能跟他拚嗎 其實台灣的無論是海軍 或是海巡 我們的實力也不錯 但是很不幸的 你現在比的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 中國大陸的海巡 在最近十年翻了四倍 它的噸位 翻了四倍除了它多以外 它是全世界現在最大的 就是噸位最多的 你還要別忘了 它是最新的 全是這十年之內造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跟它比的 那為什麼最近十年 一下子翻出這麼多 因為在2012年4月的時候 他們跟菲律賓起了衝突 他就覺得說 這個將來會有這些事情 所以就把它激起了 它去造這些所謂海巡的艦 所以跟大國來往 記住 如果打不死它 你不要動手 否則你只是把它給打醒 中國大陸最近十年 真的是四倍 它最大的一艘是一萬兩千噸 對不對 美國最大最大的海巡 4600噸 你就知道這差異多大 不要說我們沒辦法跟它比 美國跟它都沒辦法比 因為它就是它造船的人 現在實在是 全世界第一 全世界造的船抵不過中國 全世界所有國家加起來的人 抵不過中國 一個國家造的船 建長讓我簡單再問一件事情 那你怎麼看我們官員 今天一整天 互相這個 沒有對到嘴的一個狀況 海巡署是認為說 對啦 就是違規 行政院說我都跟你講的 然後漁業署說沒有 那是我們既有可以捕魚的地方 我覺得所有這些事情 都不是在抵 海巡都是在執行的單位 是我們國安團隊 真的要跟對岸去 好好的溝通 那是不是我們要比拳頭大 要比拳頭大 那你一而再 再而三 這是國與國 國與國 都在講國與國 那我北京就用國與國 來對付你 現在就變成說 難怪漁民會有個感覺 就是對岸現在這個動作 就是要報復賴清德 所以我現在要請教楊敏 那對岸現在對於整件事情 那為什麼要把漁船扣起來 他們的說法跟理由是什麼 來 你看一下 這個是中國海警 他們透過微博 大概下午將近三點左右 他們發布的訊息 好 你注意看 他說什麼 他說是福建的海警 在泉州近海依法登檢 一艘所謂的非法捕撈的 台灣省籍 注意 他沒有講是什麼國籍 他講台灣省籍 然後他講違反什麼 一個叫做違反 福祭修餘規定 第一個 第二個是他的 脫網違反規定 這裡不能用脫網 他使用脫網 第三個是他的脫網的孔洞特別小 所以違反規定 注意 有沒有提到越界 沒有 他沒有提到越界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全部都是我的 因為他認為這艘船是國民 他是用對待 我的台灣的島民 在我的領海裡面 這是我國 就是中國說我國漁民違規作業 所以我把它扣留 我們也不敢講越界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應該講越界 因為越界才有所謂的 國界的關鍵 可是對岸不會談越界 對岸就是說 你就是我們的漁民 你沒有遵照我們的規定 好 過去 最前一次有類似這種 在非所謂的 他們叫休漁期間 我們台灣一樣是澎湖的漁船 去對岸捕撈漁 然後被對岸扣船 是2007年 17年前發生的 也是在7月 又是7月 因為就是這個所謂的補禁止 就是所謂的休漁期 就對岸不能補 然後我們再補 那時候是怎麼解決 罰款 然後船把你繳回來 所以接下來就是看 過去大概是兩天 兩天的時間處理完 所以如果明天 這個罰款相關的這個作業 沒有搞定的話 可能就很麻煩 包括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中國大陸 現在有一個影片流出來 台灣很多的媒體開始討論 因為他們在平鎮 有一個所謂的台灣小鎮 裡面有很多台灣 這個寶島裡面的 各個特色店 這個民廠都在裡面賣 但是有他們的網紅去拍說 裡面怎麼已經變成空城 發展了十幾年之後 怎麼連變那麼少 所以友台裡面 拿著這個影片開始講說 福建台商有百分之八十 都已經離開了 中國大陸不如以往 但是同時間有一件事情 因為現在離島的立委 希望說可以推動 相關的法令的修法 希望可以放寬 離島的這些建設 公共建設 因為缺工缺料 導致非常嚴重的延宕 希望可以放寬 讓這個對岸的這些人 也可以來參與跟加入 當然就是陳雪生 跟陳玉珍提出來 沈柏洋反應非常激烈 他說你這就是開四道門 讓中國進來 兩國多年前就已經預告 國民黨要搞自津區 真的這個比自津區更可怕 說會弱害我們台灣的主權 這些人廠商來出爐很自由 不受法律的限制 包括可以進到限制水域等等 然後民進黨的王定宇也講說 你看看誰在幫大陸 打造中國版的特洛伊木 陳雪生說你知道 馬祖缺工缺料多嚴重嗎 我隨便查一下 你知道北竿機場要擴建 這件事情延宕多久了嗎 拖了十年 您知道南竿的社會住宅 缺工缺料幾度流標嗎 六度 台灣到底能不能幫他 解決這次問題 顯然是不行 缺工缺料台灣都很嚴重了 黃潤是離島 現在離島人民想要想方法 想一個方式 難道這樣要被罵嗎 金門從2018年跟中國買水 買了大概2800多萬噸 然後金門的酒廠 也跟大陸酒廠採購高粱 工程會還講說 確實全台灣就是有些狀況 得讓大陸來參與 我們相關的這些採購 大陸二月制政 台灣的首張交通卡 還有駙馬同城的交通卡 這些事情大家就覺得說 我們離島好像 也被政治的意識形態 給他綁住了 請教楊明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今天以陳玉珍委員 跟陳雪生委員 因為一個是金門 一個是馬祖 就是說這兩個地方 這兩個離島 他們有特殊的需求 那是不是需要透過 修離島建設條例來解套 老實說我覺得可以再討論 但是這個議題 中央政府如果不重視 因為對民進黨來講 他們叫撿到槍 就說你看 他們要把中國廠商 公然引進來 動物大開 特洛伊什麼木馬 什麼突成劑 可是我必須講 現在金門 馬祖面臨的困境 就是有很多的公共工程 是標不出去的話 該怎麼解決 我們的中央政府 還是說因為這兩個 金門 馬祖都是國民黨 或是非民進黨執政 像金門是陳福海 是民眾黨 現在民眾黨 馬祖長期是國民黨執政 所以你就不想理他了嗎 然後他人口少 所以乾脆就犧牲一下 可是這一次我認為 國民黨應該可以討論一下 比如說你在離島建設條例 如果是專門針對金馬地區 因為領導建設條例裡面 還包括什麼 還包括澎湖 主要是澎湖 所以這裡面 這裡面影響的縣市 不是只有金門跟馬祖 所以會有一些疑慮 我必須講 這樣的一個修法 你就開放對岸可以來標 離島的公共工程 會有一些疑慮 但是這部分疑慮 跟缺工該怎麼解決 我想這個應該要由 我認為應該要由 那個所謂賴總統 召集的 有一個社會防衛任性 這個國家層級 國安層級的委員會來討論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最上位政策 如果今天金門 馬祖 連公共工程都標不出去 這其實是國安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它的公共工程會跟不上 過去你不管誰也好 像金門 連金門最有名的高粱球 現在都是用對岸的水 通水之後 就是用對岸的水來去釀造 對岸就是說在那種 金門跟馬祖人 跟對岸的那個氛圍 跟在台灣本島的感受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你說金門 馬祖人 可能對這樣的議題 他們會願意接受 可是相對來講在本島 很抱歉 如果今天我們台灣的 尤其是現在民進黨 他們要發動罷免 可能在用這個議題 是罷免的是本島 他不會罷免陳雪昇 不會罷免陳玉珍 他要罷免的是台灣 有去連署的這些立委 罵陳玉珍 罵陳雪昇 然後罷免謝國良之類的 會不會罷免其他的立委 但有件事情 大家現在引起討論了 因為我們進到七八月 用電狀況很多 這兩天的跳電的情況 特別的明顯 現在有一個情形 經濟部長 郭智輝 一方面告訴大家 我們沒有缺電 供電很穩定 可是一方面他會告訴大家 很急 我急得不得了 為什麼我們台電缺工要用移工 供電的這些 相關的這些工作裡面 要交給移工 有兩塊 一個是蓋 蓋電廠用移工是可以的 但台電的相關的營運 要用移工 這個法令是不行的 會有問題 經濟部長說我們很缺 台電能力不足 為了加強供電 不要動不動就跳電 供電不足等等 所以我們要引進外籍的移工 來解決問題 台電基層員工聽了 跳腳說你這會出人命 如果要搶修 或者是發生大事的時候 移工聽不懂 言語沒有辦法溝通的時候 怎麼辦 成為死人的 全國總共會 這個會長秘書長 還告訴大家 勞動部是沒有開放能源業 讓移工來營運 來參與營運的部分 這個問題你要修法 沒有錯 經濟部現在就是要來推動修法 但以前不行 現在為什麼可以 我們可以看到2021年 大潭電廠熱搜椅 有400位的移工 他們是興建 興建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營運 負責要修這一些 用移工到底行不行 2023年8月5號的時候 桃園復興區 結果發生一個事情 台電的包商因為翻車意外 四死 結果裡面居然有非法移工 還有包括我們國軍 66旅工程也被人發現 他僱用了桃藝的移工 前幾天6月30號 中立的這個率警 在馬路上領檢的時候 發現桃藝的移工 因為警察太帥了 他被發現說他爆紅 我們現在失聯的移工 高達8萬5千多人 當然如果穩定供電 用移工沒問題 但問題是過去法令不行 為什麼現在可以 這要請教玉峰 好 我們先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現在來說的話 我們在台灣的基礎建設 來說的話 缺工真的是非常非常嚴重 所以郭智輝他到底知不知道 他當然知道 他是從產業過來的 所以他嘴巴上面雖然說 我們電網任性很足夠 我們的電力的備載容量很足夠 但實際上你看他作為就是 他也知道真的快不行了 你說這些移工 你能不能夠讓他 除了蓋電廠以外 讓他進入營運 說實話 現在很多的搶修 恐怕都是在移工 那沒辦法 人就是不夠 我們先不要講那些 那麼大的一個理想 或是怎樣說 現在來說就是說 勞動部為開放能源業的移工 若要新增行業別 其他行業也會要求一併放寬 你知道嗎 那不然怎麼辦 你看現在不是很多房地產很熱 你仔細去看 每個建案外面 都會蓋一個很大的布條 本案廠不用非法黑工 這才有什麼意思 代表說我們政府要查 就說你們不能用黑工 你們不能用移工 不能用這個逃逸外勞 可是按照我的社會經驗 通常這樣貼出來就是有 就是有 就是有 然後你看每個建案都有 本營業場所不嗑藥 裡面就是一堆人在嗑藥 就是這樣 為什麼 不然怎麼辦 就是沒有人 沒有人怎麼做 然後我們政府就叫你說不要 但是他有沒有人去稽查 他也沒有人去稽查 但我懷疑是 怕查下去大家都尷尬 有一些懷孝經事怎麼辦 所以就說你們就自清 我們現在政府最會的 現在可能生一隻眼 逼一隻眼 反正你有工人 我也不要抓 免得大家都不好看 你查完之後說沒有 你就寫個表 然後蓋一個白布條 我就當作沒有 但實際上我們到底缺不缺工 我們就是很缺工 現在來講只要台積電 到哪個地方 就把工人直接給抓走了 一般來講那些幫忙 他一天可能過去來說 他大概是1千5到2千 他今天就告訴你說 我給你3千 給你5千 你要不要來 其他的基礎建設誰做 沒有人做 你說這些修復的這些行為 一定要有人去做 你當移工去做搶修 會不會像他們工會講說 是人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 你就是要訓練 我覺得你倒不如 真的把它制度化 制度化你有經過訓練之後 你才去派工 可是你看之前 我們社會是發現 怎麼倒了 發現不是 是移工 那你覺得他有受過訓練嗎 我覺得恐怕就是點工 就是抓 抓 抓去 現在來講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現在來說的話 我們很多很多的警察同仁 像那個帥警 天菜帥警 去抓那個逃逸的義工 還有去抓逃逸的一些外勞 我們曾經就發生過 我們的同業 他的媽媽 有一個外勞在照顧他 天氣很熱 那個義工就去 Saven幫他去買水 結果就被抓走了 然後媽媽就在太陽底下曝曬 對 媽媽就說怎麼辦 怎麼沒有回來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真的是 社會問題很多 不是說你閉上眼睛 我們不缺工 不缺這些看護 真的要睜開眼睛 然後看看這個問題怎麼改善 真的很恐怖 如果這個我們的同業的媽媽 是遇到這個狀況 你看韓國的直播主 這個非常漂亮叫妹 妹是5月 5月來了台灣的6月 差一點死掉了 為什麼呢 他去直播在新北 因為熱到他覺得 跟他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樣 他原本這麼漂亮 笑容可取 但沒有想到他曬到這樣子 整個人迷迷帽 本來漂漂亮亮的 變迷迷帽這樣 後來他直播的說過程中 直接暈倒了 後來人家幫他叫救護車 把他送上去 不過我覺得很奇怪 韓國的時候我曾經有過 最高溫41度 但是當時還馬路上 有這個大傘 大雨傘遮陽 下雨天讓你遮雨 然後包括他們的地鐵站 也有這麼大的一個風扇 怎麼來到台灣 38度 37度 他就動不掉 不過特別跟觀眾提醒一下 今天是南部指報 一整塊台南跟高雄 都已經指報了 至少37度起跳 禮拜五是北台灣 尤其台北是37度起跳 所以禮拜五一整天在外面 尤其是北台灣的民眾 也要特別小心 這個溫度非常非常嚴重 這幾天有個網友 在網路上面分享 他說他到沖繩裡面的店家 隨隨便便一家店都是22度 他覺得一個電力充足的國家 就是應該要提供 讓店家可以開到22度 我們現在規範公共場所是28度 差太多了 台灣缺電 網友就嗆嗆 那你就搬去沖繩住 現在只要質疑我們政府 都叫你去對面住 去沖繩住 沖繩當地 他們主要是用火力發電 不過他們現在非常認真的 用這個抽海水來發電 甚至在2003年正式啟用之後 花了這個32億來興建這個系統 幫他們補足了很多的電力 這個請教建長 我先說韓國這個女孩子 我能夠想像到 因為最近幾天我也在外面走 真的是實在是受不了 這是熱的要命 韓國的緯度是36度 相當於你看它跟誰在一起 跟山東一樣 所以你剛剛主持人說 它曾經41度 是偶爾很少時候 就特殊的狀況 對 因為它畢竟在這麼高 它不可能是一個很熱 那我們這裡是22度 23度這裡 我們這個熱起來不得了 而且更可怕的是 最近你有沒有發現 每次下午 輕盆大雨 他這個沒有演的成分 雨就停了 他送到那個 他真的我相信會很熱 他在外面待那麼久 我走一下就覺得這樣 然後我看到一個這個 我覺得那個沖繩的這個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 他那個我看那個報導 是說什麼你知道 他說因為沖繩的這個農業 大概都是白天 所以他白天需要很多的電 到了晚上 電就很少人用了 電就剩餘了 就剩餘了 然後就會被浪費掉 然後就發明了一個方法 你看看這個發明的真實 就是這個 真是說天才 他把那個海水抽來 往上抽 抽到山上一個很大的一個水庫 他說他六個小時 可以把這個水充滿 然後抽到一夜 然後放誰在充電 第二天 放可以放八個小時 不要來電水力發電 那他們行 我們台灣應該也行 然後我再跟你講 他的問題就是說 他到底這樣子轉換之後 他能夠儲存多少的 轉換多少電 他說他這樣大概85% 這已經算很好的 就是如果你不用他 他浪費掉了 就他損耗的程度很少 大概浪費15 他可以這樣用下來 再還原85%的電 但是這個東西 他後來發覺有問題 因為那是海水 他不能說淡水 海水抽上去 然後那個底下只要裂 整個沖繩的水會裂下去 海水會滲透 所以他在200幾年 14到2011年 他就取消 他不行 這個東西解決不掉 但是我覺得 你為什麼要用這個水抽 你為什麼要 電池是什麼 儲能系統是什麼 現在大陸做這個是 全世界第一流的 請他找大陸去幫他 可能90%以上的電 他都可以保存住 好 我們更多的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天啊 看你 看你 時代真的不一樣了 以前都更是劍商 開槍殺人 逼你把房子交出來 現在是屋主拜託劍商 讓我們搶一咖吧 完全不一樣了 小李子這一棟房子 已經50年的屋齡了 小李子這一個青州小菜 轟動了34年了 以前玉峰跟我 我們在這個有夜生活的時候 小李子就我們宵夜 最好的去處 他開了34年 現在確定要走歷史了 當時最轟動的時候 大概有6間到8間的 全部是賣青州小菜 每個晚上都非常多人 他要改建成17樓層的住宅 金額大概會有高達100億元 那建商也講 保鋪建設公司董事長 告訴大家說青州小菜 小李子本來有兩個店面 其中有一個要改建 另外一個屋主他們也要改建 後來看到我們要動了 他就緊張了 就找其他人一起來 小李子的老闆倒是很 他講說這個就是一個趨勢 50年的房子終究是要動了 這就一個趨勢了 但小李子不會滅 他說他會再找一個點 不用擔心沒得吃 這個老闆他自己也算了 過去33年來 他總共交給房東7000萬 然後現在的房租一個月 大概是30萬元 然後小李子除了沒有青州可以吃 還有一個問題 那半夜喝醉酒要打架 沒地方去了 因為小李子去年最轟動 就是有台灣人跟這個 美國回來的ABC大戰 ABC打得非常非常厲害 台灣人打得灰溜溜 這個去年非常轟動 那現在都去哪邊打 去涼麵打 我們可以看到四月的時候 有柳家的涼麵喝醉了開打 用板凳 用折凳 打民間的武器打得非常精彩 以前是在陳家涼麵 一句話不對盤 中國人跟韓國人 直接在涼麵裡面打架 然後最厲害是宗憲哥 吳宗憲哥 永遠走在實在的尖端 十年前他就在陳家涼麵 跟學生開打 要請教余峰 好 我們先來講這個小李子 小李子在過去來講的話 其實在那邊 你附近南路 都有很多這種青州小菜 我剛才跟陽明哥在討論 我們就研究出來說 為什麼大家要去Pub 去霸玩之後都要去青州小菜 那就是因為你夜店有一些燈光 是比較昏暗的 要去那邊把人看清楚 對 夜店都是3200的燈光 小李子跟青州小菜 都是5600K的燈光 所以白燈看得會比較清楚 所以有些朋友他們都很壞 就是可能在夜店 然後認識了新的女生 或是認識了新的男生 然後帶她去吃 如果發現跟想得不太一樣的話 那就可以解散 吃完就各自離開 對 你總不能出來 然後就解散 吃個青州小菜 所以這杯青州小菜 過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他幫你節省一下後面的鼠位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好 現在來講的話 都更在台北市 現在真的是非常的紅 因為講完市長也講了 大都更的一個時代 可是你看 他在怎麼弄 他的基地的坪數 雖然是從170坪 增加到240坪 加入其他的朋友 其他的戶數 240坪其實不大 非常非常的小 但是他方正 對 主要他是零路 又是方正 所以其他的旁邊的 一定要來加入 不加入的話 你就會變成什麼 台北市很多那種 都更的孤島 還記不記得那個機車行 在永春捷運站 我不都更 我不都更 他樓上的親戚氣死了 因為你一樓不都更 他們整棟不都更 所以最後人家就變成凹置型 所以台北市現在 有非常非常多的凹置型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是說總價金額1000億 代表什麼概念 代表說以後 這些都更王的房子 他的起跳價大概都是一坪 建坪不是地坪 一坪都要180萬以上 他們有估 就150到200 對 180可能是起跳價的 對 這個東西以後 大家都是這個樣子 但是不用擔心 不要怕說吃不到這個小李子 他在附近再租就好 只是 剛剛那個御豐有口誤 是100億 講成1000億了 100億 1000億是等御豐的地也捐出來 好 等我 我來內湖弄個都更 好 那在這個打架 還有人去哪裡打 小李子那個就是台美大戰 ABC大戰 八加九 其實我看半夜真的都在涼麵打 可是我真的很怕 因為柳家涼麵有常去吃 希望大家去南京 也不是這樣講 看到你的時候不要巡視這樣 對 因為來講的話 其實我也在涼麵店打架 我覺得有點奇怪 我覺得有個問題是因為那個時候 大家都喝醉了 一眼看不對盤就打起來 對 但是千萬不要 如果在柳家涼麵打架的話 我會跳出來主持正義 但是如果你在南京 因為我會在 如果你在南京東路一 二 三下 所以我在成家或劉媽媽 你就不會主持 我就沒辦法了 對 太奇怪了 你一 二 三下的話 像吳宗憲大哥那時候打的 最終的結果還是和解 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打起來 那時候學生不能接受 是說三個學生打輸一個 那麼老年的阿伯這樣子 對 但是新聞是這樣子 對 所以後來雙方還是和解 吃東西都要小心一點 吃青州大家吃得很開心 可是沒想到基隆 非常有名的這個店家 添一箱滷肉飯 居然又出包了 他現在被人家民眾檢舉說 我吃你的肉羹 居然找出了兩條塑膠條 然後這塑膠條的形狀 又非常非常的奇特 他也不是綁東西的塑膠袋 塑膠繩都不是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個形狀用在哪裡 怎麼看都沒看過 然後店家還出來講說 我快哭啦 我壓力好大 每天都出狀況 到底怎麼回事 他們就快要崩潰了 那現在又勒令他要暫時要停業 要接受檢查到底怎麼回事 他說我們根本沒有用到 這一種塑膠條 他到底是哪裡來了 因為天一箱在這個五天前 才發生一件事情 因為他們在吃這個油豆腐的時候 裡面打開居然有小牆 而且是很完整的一支大的小牆 所以這個消費者一看說好噁心 然後一去查原來是賣給他們油豆腐 這個上游的廠商 他們的廠房太髒太舊了 雖然是髒得不得了 所以他們就有相關的這一些懲處 結果今天又出現一個 他覺得莫名其妙 你不要以為乾淨 外觀看起來很亮麗的 這個絕驢 在我們公司附近的西湖店 他也被人家發現 他沙拉有這個蟑螂 而且是活跳跳的這樣子 也是同樣出現一個狀況 還有另外在台中有民眾 他吃臭豆腐的時候 其實還沒有咬到 他只是稍微撥開 就發現說有這個蟑螂的一個情況 所以現在夏天可能太熱吃東西 真的要先停看廳 請教楊敏 當然這個跟夏季到來 這種很多的這種餐飲業 他們的廚房也好 或是說他們的原料製造商的工廠 可能都會有這種蟑螂肆虐 最近其實網路上有一支影片很紅 是韓國的網紅來台灣來逛街 結果剛好他經過一個市場 那個市場剛好是一個月一次的消毒日 消毒日會發生什麼事情 小強全部跑到外面來 所以那兩個網紅嚇死了 所以他們就以為台灣的菜市場就是這樣 他們後來有問店家 他們說那個一個月就一次 他們運氣很好就剛好碰到了 可是確實就是這樣 就剛好碰到消毒 我有一次去菜市場 那個半夜沒人 然後我這個手機手電筒一照過去 瞬間千萬隻的蟑螂跑開 所以我必須講 如果今天是蟑螂 那至少牠是生物 可是如果今天是什麼塑膠條 這個塑膠條到底是什麼 你記得之前有一個麵店 有那個什麼麻袋的繩子的 對 牠也不像繩子 之前更誇張 那個什麼露墊有那個針頭 最近的一些食安事件 都匪夷所思 結果發現那是豬打預防針的針頭 斷在豬的體內 然後居然就被端上桌了 我就覺得牠長得很像動物的避孕器之類的 所以我說像這樣的東西 可能都是在製作 食材製作過程裡面疏漏了 我想這個部分 餐廳食材的業者都要特別注意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台灣有西服 印度也有西服 這個西服太強大了 本來牠的信眾 要來看牠 要來摸牠 本來這個號稱大概只有5000人 但沒想到一口氣來了25萬人 就是要看這個步道師 希望看到牠 而且更希望可以直接摸到牠 沒想到一出來要摸到牠 這個比明星更像明星 造成了25萬人擁擠踩踏 然後到目前為止還在累計人數 死亡人數已經飆升到121人 然後一開始外電告訴我們說 現場是大概來了1.5萬人 後來說5萬人 最新消息說總共擠了25萬人 怎麼會那麼嚴重呢 然後照片上這一位牠非常難過 牠們全家8個人 媽媽 姐姐 女兒 通通跟著牠來 來參加這個步道 沒有想到只有牠一個人活下來 其他7個人全部都死亡了 那踩踏事件裡面最有名的 就是黎泰院的踩踏事件 其實在當時討論的時候 還有包括上海在2014年的時候 也有踩踏事件 那包括這個死傷人數 死亡人數還有一個台灣的女性 黎泰院現在有個狀況 因為黎泰院的踩踏事件 到現在都還在人被人家爆料 爆料出來導致他們的 這個隱媳月現在被彈劾了 高達93萬人要連署要彈劾他 彈劾有很多理由 哩哩哩哩一大堆 但最關鍵有個最新最新的爆料 前南韓的國會議長 照片上這位金正韶 他說當時發生踩踏事件的時候 他跟隱媳月說你要不要趕快處理 隱媳月居然跟他講說 這個事情目前為止還有很多疑點 我沒有辦法做相關的決定 因為他沒有辦法排除 有特定的勢力誘導 造成這樣的踩踏事件 是人為故意造成的 這個爆料出來大家覺得不可思議 真的嗎 你是有情資嗎 這個不是意外 原來是有人在後面造成的嗎 相當的事情大家印象很深刻 當時還有傳出說有幾個 四到五個南韓高大的男子 故意編推說一二推 一二推 拼命的往前推 大家也覺得莫名其妙 結果一疊又堆了一疊 造成了這麼嚴重的死傷人數 甚至當時還有所謂 這個兔兔法庫的男生 不過他自己有跳出來說 不是他 是其他人 還有包括美軍 穿著這個軍服也在現場 當然說可能是路過 但到底有沒有特定的勢力誘導 以及印度的事件 要請教楊明 首先當然這種所謂的群眾聚集的場合 如果發生這種突然的這種騷亂 尤其是像那種信仰的場合 大家想要去摸那個講道者 因為想要得到祈求 幸福 或是說降臨 我本來以為是摸神明 就是講摸步道的人 我必須講像在台灣 其實這種宗教生活也有 比如說媽祖繞金 大家要去鑽教底或什麼 其實都會有類似這樣的措施 但是我覺得關鍵就在於說 你的人流管控有沒有做好 必須要先預設好 比如說你的相關的動線 你比如說要這個講者 大家排隊 輪流輪流 過來跟他親吻 或是什麼擁抱或是接觸 其實是可以做的 可以安排的 當然也許這個地方就沒有想到 人又來了那麼多 這個宗教他們在印度 又是一個很受他們的 所謂基層的民眾歡迎 他們的信仰的一個很大的宗教 所以我覺得我只能說 這樣的不幸的事件發生 絕對神明也不願意看到 至於韓國這個事情 你覺得有沒有跟我們現在台灣的風格很像 發生重大事件 第一件事情是說 我懷疑是有特定勢力 第五重隊 你有沒有覺得有一種這種感覺 隱形月口中的特定勢力 有可能專指誰 我們的特定勢力是中國嗎 他們特定勢力是誰 如果在韓國也許是在指北韓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所以那四五個邀惑的南韓男子 有可能是北韓派來的 但這種陰謀論 如果你沒有辦法讓人民信服 我跟你講韓國民風很強悍的 過去已經有一個總統被彈劾下台了 而且最後入獄 現在隱形月你要知道 隱形月上任之後他的民調很低 大概都在兩層到三層這個區間 而且持續狂跌中 沒錯 結果經過這個事情 馬上民眾就開始連署要彈劾他 所以我才說 93萬人連署 如果我們賴清德現在又連署 不知道有沒有93萬人 12天就93萬 12天 兩個禮拜不到就93萬了 所以你就知道他在基層的民怨有多高 那黎太院這個事件 他只是一個導火線 當然裡面他們就羅列很多很多理由 當然裡面可能也有所謂的 反對黨的力量 但是我只能說 隱形月 請你好好的保重 你的施政之路可能很坎坷 好 我們更多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你相信真的有穿越者嗎 前幾天在6月30號的時候 中國有一個羽球小將 照片上這位張智傑 他在比賽的印尼參加比賽的時候 過程當中全球直播 其實還沒有比賽 正準備要開始一個亮槍 倒在地上不斷的抽搐 後來送醫當天晚上11點多 不幸的離開人世了 這件事情震驚整個亞洲 震驚了這個球壇 這件事情結束不了多久之後 有一個穿越者他的留言 被大家高度的關注 他在6月23號的時候 就大膽的議員說 他是穿越者 在7月1號當天 有一位羽球球員 運動員會去世 而且在其他人問他的過程當中說 這個發生的地點 是來自印尼 然後大家都覺得說 這會不會是造假的 但是很多人回過去他留言的地方 他真的就是6月23號留的 而且沒有改過他的留言 大家非常震驚 說你怎麼會這樣子 但是後來他陸陸續續 有人起出一些 他跟其他人聊天的訊息 也有網友講說 他過世的時候 是有這個時間差 他是在印尼的時間是6月30號 但大陸是不是已經進到7月1號 就引起很多人的討論 然後跟其他人對話說 我其實夢見的 因為很多人他說你怎麼知道 其實我醫生說我腦子有問題 我阻止不了 我就覺得很難過 我信息說不回來 我都是亂說 意思就是要把這個事情 大事化小事化成5這種感覺 但是後來他告訴大家 真的對不起傑哥 真的沒有想到是傑哥 真的沒有意到說 他可以去阻止這事情 當然還有其他人預言說 今天7月3號 大陸會發生空難 今天還有幾個小時 接下來幾個小時 大家可以靜待這個 到底是不是真的假的 他現在帳號是被 官方的平台給封鎖 到底怎麼回事 請教育豐 好 我覺得這過去來講 一直有發生過這樣子的預言 你知道嗎 如果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你也把它就忘記了 你又不會記得他 你中了一次的話 你看就會這樣子被大家討論 現在有一種說法說他可能 每天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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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個他就紅了 對 很多都是這樣的 就像很多人在預言金融危機 也有一些 每天說要崩了 要崩了 崩 總有一天會崩 總有一天就中了 但只是傑哥這件事情 還有另外一個狀況 有人講說他會不會是兇手 他嚇得毒手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太可怕了 但是因為當天的情況來講的話 我是覺得主辦單位 要負很大的責任 就是因為他倒在地上 然後那個抽搐的狀況 其實我們根本 你要立刻去急救 對 我們根本就覺得說 可是他也有問題 然後他的教練跟訪問員 上去的時候 裁判還叫他先等等 可是我覺得那才...